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武装员 小心电球啊 都说过了 打出去就吓不来了 第九个球了 不会再落下来的了 武装员啊 之前叫你小心电球不要这么用力了 我已经用很小的力了 华兰 虽然这个沙滩排球是你教我们玩的 不过现在是你们把球打出去了 应该算是我们赢了 各位同学 对不起了 哇 这里有那么多的沙子 不如我们就玩蹲伤好不好啊 怎么 你又想对你的脚趾头呀 这些幼稚的游戏我可没有兴趣玩的 都不好玩的 晒得太久会有皮肤癌的 我还是先走了 大门不玩 那我们玩怎么样啊 灯姑 你快过来 跟我一起玩对沙呀 不行不行 我是宫女不能玩的 哎呀 玩了而已嘛 哪有什么不行啊 我的职责是照顾哥哥你 不可以跟你一起玩的 皇上驾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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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玩蹲伤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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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给你堆一个 啊 我的大脚趾头给你看好不好啊 啊 不要多些 没有礼貌呀 大脚趾 哈哈哈 七夕就要快到了 不如你们就堆一个牛郎织女了 玩吧 我们一起去玩吧好不好 来吧 来 好吧 真的是很好玩啊 看什么 好久都没有像这样开心过了 不过呢 皇上不如你先回去休息吧 但是 待会我会和他们说的 黄阿芒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好 四四真的好乖 改天再和你一起玩 王坤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渣 回养心殿 你们全都听好了 皇上说七夕就快到了 希望宫中演出一场牛郎织女迎合相会的戏 我和其他的大臣商量过 这一次轮到上书房的学生表演了 你说演戏 那我不是就可以设计戏符了吗 真是太好玩了 我们不知道怎么演戏啊 不知道 但我知道啊 东姑 你在织什么 我再织一条围巾给你啊 这条围巾有好多小东姑的 谢谢你啊 牛肉 第一天上学 要用功了 我知道了 爹 你的女儿啊 是啊 爹爹 这么晚啊 快一点进去吧 蘑菇哥 我要去皇宫做宫女了 要几年之后才能回来 你要写信给我 蘑菇哥 你保重啊 蘑菇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东姑的 东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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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我先走了 我都想回家洗澡了 难道这一次 还不可以好好的教训你们吗 什么事啊 怎么天上会掉下来 这么多的球啊 换班 解散 上班 这些人都走完了 那现在我们下去玩吧 哦 等等我 好漂亮哦 你难道想失忆不报吗 啊 什么什么什么 我是想拿给哥哥看的 看看是谁的吗 我懒得跟你说 你自己慢慢玩吧 喂喂喂 你不跟我玩 那还有谁和我玩啊 无聊 又玩水啊 点个东西你看啊 我刚刚在御林军的教场捡到的 哥哥呀 怎么你这么不讲卫生呢 我不跟你玩了 哦 灯哥 你发烧了吗 你的脸为什么那么猛啊 没有没有 你有什么不可以告诉我的吗 我都是想关心关心你们 哦 没有没有 哥哥你不要理我 你继续洗脸吧 我先出去把你的校服洗干净 但是我的校服还在这里啊 嗯 有古怪 究竟东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现场又留下了怎样的线索呢 事件的背后真相到底又是什么呢 是时候运用我超人的推理能力 等我大内密探思思来解开了 够了 停 这些好像都是东姑的隐私吧 不可以 我一定要查出真相 把整个事件查个水路实处 听说你的推理测试都没有合格 哎呀 嗯 出发 你们知不知道 最近东姑有什么心事啊 你们大家一个一个来说 姓名 年龄 身高 体重 嗜好 有没有做过错事 做错事的通通都没有心心解脂 有啊 玉林军重地 你不可以乱来的 到底东姑遇到了什么事情 又特别记得华伦 没大家深入追击一下 爹地 你觉得东姑为人怎么样呢 啊 东姑啊 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平时都很乖 做事非常努力 不过就是有点太胆怯了 皇上 你有没有觉得东姑最近有点不对劲呢 嗯 最近东姑好像是有一点不对劲 你是累积报社的 不准落下 我最讨厌看见小孩子了 可以了吧 玩够了吧 你想怎么样 我想问你一点事 你问就问嘛 干嘛挡我道 我不挡着你 怎么问你啊 所以我说最讨厌小孩子了 你到底想问什么啊 王大人 你知不知道东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我是朝中大臣 哪有先功夫知道一个宫女发生什么事啊 那你知不知道东姑有些什么亲人呢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刚才往内宫的出口通道那边走过去了 哼 我看着他明摆着就是在偷懒呢 东姑手上编织的东姑是小白在御林军教场捡到的 那极有可能是御林军的人了 走 我们过去看一下 不行 宫中有规矩 只有皇上和有特别许可的大臣才可以过去 其他人是一律禁止的 那就叫风将军跟我们一起去吧 你说可不可能呢 那我们岂不是白白错过了一次有可能查明真相的机会 嘿 我的朋友 我华伦在这里 又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看着我的秘密武器 噔噔 又是夕阳望远镜而已吗 这么黑你怎么看得到呀 我这一款是有夜视功能的嘛 真的那么厉害吗 拿过来 让我看一看吧 没人的 让我来看一下 真是没有 各位 为什么我们不聪明一点直接去问一下当事人呢 怎么问呀 东姑他肯定不会说的 我自有办法让他讲的啦 我死了 我不息了 东姑 在我临死之前 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心事啊 我死了 哥哥呀 你不要再玩番茄汁了好不好啊 弄得到处都是 又要我来擦 我都说过这招早过时了 东姑 把你的心事都讲出来听听嘛 讲出来这些心心简纸就都是你的啦 我 我都不收集这些简纸的 嘿 东姑 这是一件心事而已 你一定做得到的 Come on baby 我们这些从夕阳回来的人 很喜欢和人晒而心事的 滑鸾 我一点都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听到我特别为你吹奏的这一曲 你是不是有点感动呢 把你的心事释放出来吧 你这么晚吹奏会打扰到别人的 我连美男记都选出来了 他还是不肯说 难道宫里真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冬姑的事情吗 我好像记得冬姑是有一个人带入宫的 是谁啊 是谁啊 我记起来了 是一个厨师 就是一个厨师 但是到底是谁呢 到底是谁呢 萝卜钢 你知道那个厨师是谁吗 没有错 救救他 我记起你来了 萝卜钢 记起来了 这个真是天意弄人呐 萝卜钢 你为什么要说得那么慢呢 为什么你要说得这么慢呢 快点说出来听听吧 冬姑在没入宫之前 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朋友 不过冬姑要入宫做事 所以就分开了 但没想到那个男孩非常痴情 自己都进宫做了 做什么呀 做了御灵君呢 不要乱想啊 他的名字叫蘑菇啊 蘑菇 你们笑别人 不过你们都帮不了他们啊 我自有办法 花妈 你答应我吧 这件事 这件事 朕都不能够随便答应你的 瑟瑟 如果不是东姑自己去 就有你的心肝宝贝女儿带她去 那这样可不可以 御灵君宿舍不是人人都能进去的 就算是格格也一样 不要啊 让我去啊 让我去啊 花妈 王昆 你觉得如何 皇上 此事万万不可啊 正所谓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如果身为格格都随便打破条规 试问天下的百姓心里会怎么想 格格的身份高贵应该是国家的榜样 循规蹈矩 百姓才会有样学样的 此力一破 恐怕会引起争相模仿 到时天下大乱 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国家兴亡只于一线之间啊 皇上 敬您三思啊 王大人 你也不用说得那么夸张吧 思思 这件事真真的不能够插手啊 你还是先回去吧 看什么 我关了你的电视 我想这个蘑菇一定是个英俊潇洒的美男子 这个你都知道 就算知道他长相如何又怎样又进不去 容易啦 东姑可以做我的本论 去玉莲君的宿舍啦 实际一点吧 华伦先生 那来炒火更实际些吧 可以帮人 还可以练功 一举两得 我举 差不多了 着火了各位 着火了 各位着火了 着火了 先跟大家上一堂课 皇宫里面的海岗 一共有308个 如果发生了火灾 可以用来救火 海岗里面通常放满了水 冬天会在岗上放上盖子 周围塞满棉被 再在岗底点燃炭火 防止水结成冰 一旦万一着火 就会有水救火啦 快一点啦 再去看一看源头在哪里啊 快一点 东哥快走啊 东哥 着火了 我已经帮你收拾好了 我们快走吧 其实要躲的那个人不是我 而是你啊 你快点向玉林军宿舍跑吧 是个大好的时机啊 现在快点提借你最想见的人吧 我会祝福你们的 停 你们四个太过分了 这次一定要惩罚你们 这次还清除不了你们这帮眼中钉吗 根据我国律例 凡在皇宫故意纵火行凶者 一律押入天牢 再等待秋后处决 知道吗 皇上 你该不会又想要赦免他们几个吧 国有国法啊 黄坤 听说他们四个只不过是乱叫着火而已 不用处决这么严重吧 算了 朕要你们演的牛郎之女 你们只要好好去做 就能当将功补过了 如果做得不好 朕就要罚你们清洗整个皇宫的马桶一个月 不会吧 皇上 为了能演好牛郎之女 我们想在御林军里面选男主角 我早就说过御林军叫场是禁地 你们几个是绝对不能进去的 不过可以把所有的御林军叫去上书房啊 果然是很聪明啊 东姑怎么样 这已经是最后一班的御林军了 都没有吗 蘑菇哥他高大威猛 英俊潇洒 他们全都不是 就算你的蘑菇哥真的高大威猛 英俊潇洒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哥哥你刚才在说什么呀 嘿嘿没什么 好了好了好了 现在全部御林军都给我退下 是 上书房要准备演出 到底谁来做牛郎 如果实在选不到人就算了 好 我决定由黄伦来做男主角 我来做 然后东姑做女主角 要关我的事 柔柔就来写剧本 写作可是我的强项 武装员你就负责道具布景吧 我从来没做过 不过试一下吧 而我呢 没错 就是这次的老演了 OK 由我来做cowboy 没有问题 不过你们要给我一头牛哦 花阿玛 为了这个戏的演出可以成功 我要王大人扮演水牛 我 不是 不准胡的 花阿玛 这一次我是导演 是不是应该由我来选杰色啊 也有道理呀 那就这么决定了 太好了 我们去排练吧 你在干什么 是在演养剧吗 我 我要去毛泽啊 花阿娘 七夕就要快到了 朕已经叫上书房的那班学生 准备了一套牛郎织女的戏了 是吗 那我要看一看 微臣参见黄赵 黄儿 你换了一个侍卫吗 那个神经刀肚子不舒服 请了假去看待他 他只是后背的 哦 这个这么难看 还是神经刀顺眼一点 各位 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好 可以了 还有我 参见太后 参见皇上 神经刀 你好了吗 是 皇上 我已经好了 我肚子已经不疼了 我可以当职了 那个 你这个后背的 可以先回后台了 是 哦 这个不是我前几天 不小心掉的东宫吗 哦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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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猫 猫升了职 做了皇上的后背侍卫啊 那就怪不得 我们在御灵经历上了 那么久都找不到了 没想到 真的是高大威猛 阴晴潇洒啊 哦 我不是做不成男主角了吗 东宫 猫 猫 哥 上书房演出 现在开始 我想 帮你弄脑了 毛骨哥 我们终于可以再见面了 以后我们可以 时时刻刻见面了 真是演得好 真是演得像啊 真好啊 好好啊 朕立刻下职 以后每年的七夕 由东宫和蘑菇 来演牛郎之女了 那我和毛骨哥 一年只能见一面吗 皇 皇上 皇儿 更正一下 皇太后赞赏的是那只扮演水牛的王亲家 以后每年的七夕 都有最好的王爱卿扮演水牛 皇上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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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